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迎接稍后的挑战 谢谢 然后我将和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 共同来见证即将摆在我们面前的 这个不可能的挑战 请看场中 我身边的这个大的这个水缸里面 是我们今天要参加挑战的挑战者 他已经在水里了 他因为现在在做的是挑战前的一个准备工作 就是他要吸氧 大家看见他现在嘴里是带着氧气管的 达到一定的浓度 然后开始挑战 接下来我们的目光投向这边 小陈和他的五位花样游泳的队友 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 从这边开始 2006年全国花样游泳锦标赛集体冠军 车冉军 2006年全国花样游泳锦标赛集体冠军 唐金玉 2011年国际泳联花样游泳大赛 集体托举组合冠军 李新路 2006年全国花样游泳锦标赛集体冠军 吕芳 二年锦标赛冠军 邵小盈 还有刚才我们已经认识了的 2010年世界青年锦标赛冠 伊小陈 把掌声送给六位姑娘 德国的挑战者Tom 创造了在水下憋气 19分04秒的记录 来自西班牙的 艾里克斯要向这个记录 19分04秒发起他的冲击 挑战规则 现场六位花样游泳冠军 将依次入水憋气 以接力的形式来对抗艾里克斯一个人 艾里克斯既要打破去年 汤姆水下憋气的记录 19分04秒 还要打败六位花样游泳冠军 水下憋气的接力 才算挑战成功 水缸上方的是他的助手 同时也是为了负责保护他的安全 来 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挑战者 进入挑战位置 因为在冷水当中 它会消耗更多的能量 所以我们让水温是非常舒适的 能够让他们在水里 用最好的状态去完成挑战 他这个吸氧的时间由他来决定 只要他摘掉氧气面罩的那一瞬间 我们的挑战就正式计时开始 选手挑战即将开始 夏老师 好 我再等他摘下氧气管的那一瞬间 计时开始 我觉得首先我们的姑娘们 从动作上就赢了 车染军 2006年全国花样游泳锦标赛集体冠军 屏幕上显示的是Alex 摘掉氧气面罩到现在的时间长度 看起来很舒服的 我让自己的身体进入一种 类似睡眠的状态 就完全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 2分52秒了 车染军已经快要达到3分钟了 这样很厉害 据数据统计 一般正常人的憋气时间 大概在1分钟到1分半左右 而花样游泳冠军 由于长期的水下训练 憋气的时间可以达到3分钟到4分钟左右 虽然埃里克斯的肺活量能达到1万毫升 甚至超过了中国游泳冠军孙杨的7000肺活量 多出3000毫升 但是面对6位强大的对手 埃里克斯能完成挑战吗 很少有人能够这么近距离地观看一个女生 起来了 好 起来了 起来了 好 第二位 入水 三分35秒 他们都是这个姿势 李新路 2011年国际泳联花样游泳大赛 集体托举组合冠军 好美哦 力宏你要不要来看一下 好啊 来 看一下 进去的看一下 在家里千万不要模仿 在整个挑战过程中 埃里克斯的助手 会经常触摸他的后背 来确认埃里克斯状态是否良好 埃里克斯会用手势来回答 如果稍有不适 埃里克斯就会终止挑战 让挑战能够安全地进行 这样专业的挑战项目 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 千万不要随意模仿 哇 真的很漂亮啊 很像机器人啊 特别美 完全静态的 我们第二个姑娘已经到了多少 第二个已经比第一个的时间更长了 超过三分三十秒 好 第二位出水 第三位入水 邵小英 2010年世界青年锦标赛冠军 我真的怀疑 埃里克斯可能很难超越我们 我们的六个中国姑娘 太厉害了 第三个姑娘我估计大概在五分钟左右 如果六位花样游泳冠军的平均憋气时间 约为三分半左右 那么憋气激励的总成绩将达到21分钟 比去年汤姆的19分04秒超出了两分钟 对于埃里克斯来说 每增加一秒钟都是对身体的极大挑战 面对双重挑战 埃里克斯能完成这个不可能的挑战吗 马上就要突破十分大关了 这个时候艾勒克斯不知道 越来越乐 会很难受我觉得 我觉得周围的世界 此刻对他来讲是不存在的 他沉浸在自己的状态 可是身体的感受是在的 对 那种感受大多了 这个难度完全是两个概念 对 身体内的含氧量越来越低 好 我们第三位起来 下水 2分22秒 唐金玉 2006年全国花样游泳锦标赛集体冠军 第三位花样游泳冠军的逼迹时 第三位花样游泳冠军 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究竟是花样游泳冠军坚实到最后 还是埃里克斯挑战成功呢 每过一分钟 刚才李博士说的难度都会增加不少 两倍 然后三倍 四倍 越来越久的时候它难度更 这个其实大家是有感受的 就比如说我们自己在水里憋气 前半段时间和后半段时间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前半段也许你还能在水里放松 但是越到后面越难受 越到后面越难受 到最后快要出水面那一小段的时候 你几乎已经到了 就是好像人的临界状态 对 突破临界点之后 就是接近临界点的时候会非常非常难受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化碳越来越多在身上 所以身体就来越热 好 起来了 走 这是第五位了 第五位 吕芳 2006年全国花样游泳锦标赛集体冠军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15分半 我们的第五位花样游泳的女孩 仍然还在水缸里 向她自己的极限发起冲击 你看 她要出来了 对 她出来了 是距离19分04秒 还有3分04秒 当人体憋气时间过长 会导致体内血液含氧量降低 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 埃里克斯的助手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触摸她的后背 埃里克斯都会用手势表示 自己的状态良好 确保安全 现在 埃里克斯 已经在水下憋气超过了16分钟 埃里克斯能打破汤姆的记录 挑战成功吗 起来了 好 我们的第五位已经起来了 第六位 第六位 伊小陈 代表着我们 花样游泳队的女孩的 最后一名挑战者 进入水中 只要两分半她就赢了 我们六个姑娘能打破19分04秒吗 哇 观众朋友们 现在已经17分15秒了 她距离去年 Tom创造下的记录 19分04秒的目标越来越近 现在是埃里克斯 和我们的花样游泳队的女孩 最后一程 挑战的历程 现在已经18分04秒 还有一分整 让我们共同来 见证这最后的 震撼的一分钟倒计时 现在真的是杜苗如年的感觉 当人体到达极限的临界点时 每坚持一秒 都是非常困难的 埃里克斯 据Tom的记录19分04秒 只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 埃里克斯 能打破Tom的记录吗 10 4 9 8 7 6 5 4 3 2 破既落了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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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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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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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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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9 6 7 7 9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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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到最后还是埃利克斯挑战成功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X和我们的花样游泳队的女孩 最后一程挑战的历程 19分44秒 拭的是19分45秒 很快就要到20分钟了 Alex已经到20分钟 他在做一个动作给自己鼓劲 他的意识相当清醒 我们来看看今天 他究竟能够把人类的极限 提高到一个什么程度 你可以看见他在用他的腹部 调动全身剩余的氧气 在支撑他的身体 现在每高一秒 他准备出水了吗 Alex还在提升 他每多一秒就会给他的挑战者 带来无穷无尽的障碍 加油 他还在坚持 马上就到21分钟 10 9 8 7 5 4 3 2 2 21分 他现在还在坚持 现在还在坚持 21分02秒 表战成功 接下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六位花样游泳的姑娘们 谢谢你们 恭喜 恭喜 很高 就是比较偏瘦一点 把我们设定的两个桥店全部打破了 一个是去年汤姆创下的19分04秒的记录 另外一个就是六个姑娘加起来的总的时长 成功非常的漂亮 而且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再一次把掌声送给Alex 谢谢 这个是他自己的最好的记录吗 我最好的是 always secret 我们保持练习 但是今天我成功的最好的我可以给你 谢谢 Alex的肺活量有多少 我会说是8和10公里 什么样的 我知道人在比如说长跑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临界点 那个临界点飞 我不知道他在水底的时候 有没有这样一个临界点 觉得很难再坚持下去 如果有的话 怎么样去克服他 你是做什么的呀 而他是一个建筑师 如果说在挑战潜水极限 和挑战建筑大师 这两个人生的挑战目标当中 你更愿意选择哪一个 我希望我会在两个地区 但我可以控制 我可以在自由地区 每个人的体能 智力 都有一个极限 今天我们看到他 挑战了他自己的极限 所以我的决定是 能 有请来自西班牙的Alex 进入我们今天的荣誉殿堂 恭喜 人体的极限究竟在哪里 埃里克斯的挑战 再次刷新了我们 对人类憋气前面的认知 他通过坚持呼吸的锻炼 不断突破身体的极限 让我们看到了人体的无限可能 欢迎埃里克斯进入荣誉殿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